8点03分了朋友们 3月22号礼拜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27天啊 这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消息说 这有一个照片啊 他说呀 俄罗斯唯一一家组装坦克的工厂停产了 该厂被施加制裁 原件卡脖子了 他们不仅不能出口 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能继续生产了 其实你技术没那么先进啊 世界上顶尖的技术 顶级的技术都在西方国家控制着 在冷战时期有一个组织叫巴统 叫巴黎统筹委员会 凡是涉及军事工业的军事科技的 包括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出口 都西方国家有十几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 不是你想要就能给你 不是你花了钱就能给你 对吧 中国那会是通过香港 为什么什么霍英东那些人 香港的一些大家族啊 他们是通过走私 一些假合同绕过这种壁垒 给中国啊 政府中国军队提供一些东西啊 说真快呀 报应啊 上天曾经饶过谁呀 是吧 普京在乌克兰做的恶 得到了俄国国内的大规模的停产 停业 失业 经济大萧条的报应 生活面对的不确定因素 俄罗斯境内的人民一定会反抗这个独裁政权 一人难服众人口 是吧 老百姓现在也不服普京啊 心服口服做不到 当然可能有70%左右的人 还依然支持 有30%不支持 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 这个支持反战的人会越来越多 普京的对立面会越来越多 生活已经无保障了 还要政府干嘛 还要听令于普特勒吗 说难怪要向中国求援 是真的没装备了 说高昂的价格 一个人就能干掉他 现代战争 他会被逐步淘汰的 说的是坦克啊 高昂的价格 一个人就能干掉他 就用那个恩老啊 用那个标枪啊 甚至用那个RPG 那个反坦克的那个 那个火箭筒 那打好了 也能给他干掉 是吧 虽然一辆坦克就上千万人民币 甚至更贵 对吧 只有独裁者拿他撞胆 苏联现在还是这种大陆军 是吧 要把陆军 你看苏联有一万三千多辆坦克 其实都是一堆又一堆的废铁 活靶子 是吧 这个一旦被击中坦克里的人一个也活不了 马上瞬间就被炸碎 就给烧啊 几百度几千度的高温 死得非常惨 说 说真不敢相信所谓的战斗民族 俄罗斯的坦克车 居然要靠外国 说国际社会对俄毛 俄毛就是俄罗斯 军工业制造上的釜底抽薪 等于废了俄毛的武功和军备产能 说国力就这个逼样了啊 这个逼样了 你还敢发动侵略战争啊 说这个普突 普京不是个秃子吗 说这心真大呀 说花了好几周来组装 三秒钟就炸开了 你到战场上就是活靶子啊 说普京是大坏蛋 不想让全世界的人过好日子 不会让他得逞的 说中国也帮不了啊 没办法 短时间内补上 俄罗斯工业确实薄弱 当年你觉得苏联 哎呦 其实中国人觉得苏联强 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的宣传机器 中国的舆论 官方的这些媒体 官媒 给你渲染出来的 对吧 实际上真正俄罗斯 有这么强吗 看起来没这么强 说不出十年 俄罗斯的核武能力 核武器的能力 应该也废了 西方的拦截技术 再提高一下 核威胁也就无效了 乌克兰 这次发生的一切 我怀疑以后 俄罗斯的武器 还有市场吗 谁还买他的武器 这么烂 打成这样 对吧 有 靠行贿 华为都能把斯科 打得满地找牙 说一辆坦克 三百万美元 标枪单兵导弹 五万美元 使劲的作吧 说欧洲需要的仅仅是俄罗斯的能源 而俄罗斯需要欧洲和世界所有的产品 真不知道谁需要谁更多一点 有核武器 有核潜艇就可以耍流氓吗 还要啥自行车呀 是吧 无所谓 坦克这种装备又大又慢 以前一台坦克 是吧 三百万美金 现在呢 三千到五千人民币 这倒不至于啊 这说的也太邪乎了 好吧 朋友们 谢谢了 再见